大家好,我是老杨 前阵子的新闻提到 有许多台湾人被骗到柬埔寨、缅甸这些地方 被迫从事诈骗的工作 只要业绩不好,就会被沦为猪仔 惨遭欺观贩卖 那么对于柬埔寨这个国家 不少台湾人肯定相当陌生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柬埔寨的悲歌 众所周知,柬埔寨是一个人口只有1600万的小国 地处中南半岛的南部 北陵老国,东接越南,西边又是泰国 那一说到中南半岛 首读历史地理的各位 肯定会想到法属印度之那一词 没错,欧美列强的殖民时期 柬埔寨于186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也就是殖民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到1945年 柬埔寨又被日本人占领 而二战之后,整个中南半岛星火燎原 在越盟的领导之下 与法国殖民政府对抗 然而此时的法国已非当年的列强 中南半岛也陆续遭到越盟的解放 而柬埔寨也在1953年的11月9日 趁机脱离法国独立 采取了君主阵底,也就是柬埔寨王国 那国王西哈努克也开启了他第一次的执政时期 1960年开始,随着冷战的白热化 中苏关系恶化 中、美、苏三大势力都跑进了中南半岛搞侵略扩张势力 那在多方的博弈之下,柬埔寨不可避免的爆发了内战 1973年的3月18日 由欺美的朗诺将军发动了政变 推翻了西哈努克国王的统治 成立了高绵共和国 也就是朗诺政权 废除了君主制 亲中共的西哈努克国王只好流亡北京 获得中国的政治庇护 西哈努克在北京组建了流亡政府 宣布和红色高绵 也就是日后的赤检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号召柬埔寨人去抵抗朗诺政权 1970年代 中南半岛烽火燎原 正值越战的高峰期间 身为越南邻居的柬埔寨 也被卷入了越战之中 那么南越军、美军、朗诺政府军、北越军 甚至赤检军 多方势力不断在柬埔寨境内交战 导致了柬埔寨国内民不聊生 在外交上朗诺的政权放弃了之前 西哈努克的中立外交政策 这边提一下外交中立的政策 是指说在大国之间摇摆两面讨好 毕竟在冷战时代 保持中立避免卷入美苏的恶斗 是每个国家的梦想 但想要保持中立并不是你想要就可以了 尤其有些国家怀必其罪 因为地处战略的关键位置 像是阿富汗、柬埔寨、越南这些地方 所以想要保持自己国家的自主性 势必要在美苏两边来回摇摆 简单来说 当美国势力太过庞大时 就要适时的引入苏联势力来平衡 避免美国能直接或间接的控制 该国的内政 反之亦然 所以理论上 外交中立政策的好处 是既可以维持政权的自主性 以及主权的完整 又可以透过两面摇摆 通吃两边的红利 我全都要 西哈姆克国王时代基本上致力于此 他基本上就是拿钱外交 不管苏元或是美元 只要谁给的钱多 我就抱谁大腿 想要让我改教爹 你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好处 但是政变之后呢 朗诺放弃了外交中立的政策 一面的倒向美国 这样一面倒的外交政策 最终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当时美国在越战打得如火如荼 刚刚说了朗诺政权 让柬埔寨被卷入越战 为了消灭潜伏在柬埔寨的越贡 柬埔寨国土也遭到美国空军 无差别不人道的轰炸 那这种不人道的轰炸呢 完全没有避开平民居住区 最终造成几十万的柬埔寨居民死伤 也因为如此 柬埔寨人民开始憎恨美国 以及亲美的朗诺政权 那利用这样一个反美情绪 赤简人在乡村不断的壮大势力 那正是我刚刚提到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过度依赖美国 朗诺政权的存亡 基本上就是取决于美国政府的态度 随着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 尼克森政府开始实行越战越南化 美军在1970年代逐渐退出了越南 失去美元后的朗诺政权开始岌岌可危 1975年 赤简已经控制了柬埔寨大部分的地区 失去了美国无限补给的buff 朗诺政府军很快用尽了所有的弹药 赤简最终攻占了首都金边 大量处决前朝的官员 1976年赤简掌权之后宣布废除货币 把全国所有的都市居民都赶到了乡村进行集体的劳改 强迫集体务农 并且屠杀了所有知识分子 赤简领导人博尔布特实行恐怖重制 执政初期柬埔寨人口大概有700万人 然而经过短短的三年柬埔寨超过20%的人口死亡 据不完全的估计 大概有150万到300万人死于饥荒 劳动疾病或是被处决 除了人口种族灭绝 赤简为了摧毁文化 决定把镰刀挥向知识分子 处决了国内80%的老师 以及95%的医生 是20世纪中最血腥暴力的人火 没有之一 也许你会说 这上面的数据是真的吗 很不幸千真万确 近年来柬埔寨的历史资料收集中心 他们在外国的协助之下 在柬埔寨境内的170个县 当中的81个进行了勘查 查获了9000多个乱葬缸 挖出了150万具的遗骸 而这还只是不完全的统计资料 更详细的资料被留存在一个地方 叫做土鲁莲屠杀博物馆 各位日后如果有机会去柬埔寨旅游 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这段历史 或许可以考虑去参访该博物馆 对外方面赤简政权 也和越南不断有领土边界的纠纷 甚至直接出兵攻占越南的乡村 屠杀越南村民 而赤简又因为和中共友好交流密切 当时宗书关系又处于一个恶化交恶的期间 也就是共产兄弟之间的内讧 所以形成了由赤简联合中国 对抗越南与苏联的态势 但诡异的是 残暴的赤简也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拥护 甚至获得了联合国的席次 很大的原因是美苏对抗的冷战态势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因为中国柬埔寨与苏联交恶 相对之下美国就把他们当作朋友了 1978年的12月 被惹火的越南直接出兵攻占了柬埔寨 并且扶植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终结了赤简的大屠杀 赤简从此流亡柬埔寨的西北部 不过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反而没有被国际社会承认 因此赤简反而暂时保留了联合国的代表席次 但随着赤简的暴行被一一公开 逐渐失去了西方社会与中国的支持 一个残暴的事件 让大家都停不下去了 1989年的1月 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柬埔寨国 随后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同 1991年随着大环境冷战的终结 柬埔寨放弃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也放弃了马列主义的信仰 柬埔寨人民革命党也改名为柬埔寨人民党 并在1993年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 举行了全国大选 王氏派所属的政党获得了45%的支持度 成为了第一大党 而鸿森领导的人民党位居第二 两大党组成了联合政府 1993年的9月24日柬埔寨通过新宪法 恢复了君主制 又更名为柬埔寨王国 西哈努克家族又重新登记为国王 1997年的7月 洪森发动政变 人民党开始控制新政府 此时也随着赤检的残云武装势力 最终在1998年的投降 混乱百年的柬埔寨社会 终于统一 日趋安定 经济恢复 开始快速的发展旅游业 然而你以为好日子就这样来了吗 并没有 我刚刚说过柬埔寨的好日子 之所以没有到来 是因为组成民选政府之后 虽然没有屠杀问题 但由于柬埔寨高层的贪污过于严重 层层剥削之后 底层的公务员警察教师 他们的薪资过低 他们不得不利用职务之便 来向民众所惠 举例来说 柬埔寨警察会经常随意性的 设立路障拦检开阀 这些开阀的钱 都进了柬埔寨警察的口袋 在学校的学生 每天必须要交钱给老师 来换取好成绩 因此在柬埔寨 不管你有多少外国援助 始终会变成政府官员的豪宅与名车 底层的人民 永远过着低于贫穷线的生活 那为了改善经济 柬埔寨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 在西港建立了经济特区 数百家中资企业也进驻 业务范围扩及全球 在发展自身的同时 也为西港做出了强力的贡献 特别是带动了当地的就业 然而比起大大小小的这些实体企业 西港的赌场更为暴力 而比赌场更暴力的 就是网路赌博 说白了就是诈骗了 在这种政治默许 赌博业合法 经济又自由 没有外汇管制 毫不意外的让柬埔寨 沦为诈骗集团的温床 也为灰色产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那与此同时呢 面对中国警察联合各国政府 不断的在东南亚跨境打击诈骗业 原来在马来西亚 菲律宾 越南 这些的诈骗博彩大军 开始转进柬埔寨的西港 并且慢慢的壮大 但凡闻到暴力的味道 人就会丧失理性的思考 从2016年到2019年 赌博行业还在快速的进行扩张 那几年的西港 随便一个圆区里 都可以分布着大大小小 几百家赌博公司 还有更不显眼的这些网路投资 说白话就是电信诈骗了 这些犯罪公司 散布在无数的别墅和公寓之中 这些加入网头公司的人 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境内 他们大多数是被骗来的 看到网路上的高薪招聘 包机票 打字员月入上万人民币 网路客服程序员 这些错误的资讯所吸引 不惜铤而走险 还有一些人呢 甚至是被网头公司 蒙骗到中国的边境地区 在被挟持出境的 这样的乱象 一直持续到了2019年 暴风雨的前夜 是在2019年的6月22日 西港的一栋建筑 毫无预造的崩塌 那这次的大楼崩塌事故 造成了28人死亡 26人受伤 成为柬埔寨近年 最严重的建筑公安事故 在这之前呢 西港的房地产行业 投资回本周期短 报酬高 房产的过热呢 毫无意外的带来了 极度严重的混乱 热钱进入房地产行业 也想分一杯羹 什么专业资格审查 政府监管 则毫无存在感 622这个大楼垮掉的意外 就是最佳的写照 那随后呢 柬埔寨官方的调查认为 这栋大楼在新建的过程 换了许多业主 每任业主在转手到卖的过程 又擅自更动了设计图 不断地加高楼层 最终导致它的楼层 超过了安全结构的负荷 而造成楼房倒塌 那622的他楼事件 也让柬埔寨国内 开始严格审查施工许可 停止所有的违建施工 那严格审查了工程品质 也让西港火热的房地产 被浇了一盆冷水 那这时候还没有人知道 下一个倒塌的 就是摇摇欲坠的赌博行业 622的他楼事件 让柬埔寨政府 下定决心要整吨西港 8月13日 中国公安部代表团 深夜抵达金边 开始访问柬埔寨 那这次访问的第一天 中国武警代表团 就联合柬埔寨的警察 抓捕了127个犯罪的中国人 并且在当日表达 中柬两国将联合设立办公厅 高强度的去执法 彻底清除这些诈骗集团 2019年8月18日 柬埔寨总理洪森 停止批准所有在柬埔寨的赌博执照 818禁赌令的发布 彻底的消灭西港的诈骗行业 中柬两国警方共同执法严党 随之而来的 就是全检各地的抓捕行动 那大量的网通人员 博彩人员闻风而逃 一夜之间有短短十万多个 诈骗集团的人员逃出了柬埔寨 那几天呢 机场人满为患 场面堪比过年的春运期间 而在之后啊 西港人走楼空 少数隐匿起来的博彩诈骗公司 也延期西顾 平日拥挤的园区 变得异常的冷清 2019年之后呢 又爆发了新冠疫情 中国政府也严厉的管制出入境 那经过中检联合执法之后 幸存的诈骗集团 也没有办法继续骗中国人了 所以这时候呢 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 热衷新南向的台湾人 最后就发生了 我们开头说到的悲歌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觉得有用请点赞 喜欢请订阅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会